吉安火车站前的纳豆兰广场是吉安乡的重要门面 不过因为常年失修 地板铺面凹凸不平 让前来运动休闲的民众和过往的游客都感到很不方便 也很不安全 吉安乡公所特别向县政府争取到经费来进行地平的改善工程 目前接近完工了 乡长游淑珍和多位的代表还有村长都到现场来视察工程的状况 纳豆兰广场是吉安乡的重要门面 平常有许多民众在这里休闲运动 但是原本凹凸不平的地面 经常让民众抱怨会扭到脚很不安全 对此吉安乡的游淑珍上任之后 积极向县政府争取经费来进行地平的改善工程 建设百年计划 我们一个建设希望能够用10年20年 甚至于50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来执行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纳豆兰广场 是我们吉安的门面 也是吉安火车站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窗口 所以我们整个在这里运动休闲的人口数 聚以日增 我们这一次除了把我们的地砖抛除重整 把不平容易跌倒影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计划 重新来作为一个整顿以外 我们向地下挖了8公分 也把我们整个泄水的一个计划整个整治完成 所以未来不会积水 而且在这里运动的场域会达到了更大的安全性 提供给我们社区的居民 还有我们火车站来往的观光客 以及我们观光的旅游达到四性的这样的建设 这项纳豆兰广场地平改善工程经费有200万元 施坐面积是1064平方公尺 以压花地平来改善铺面 还有调整排水功能 而村长看到广场终于完成改善也十分高兴 这一个地方从以前地砖不平 那本身我们村办公处也有建议了好久 那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社区的妈妈带小孩来这边玩 可是常常会跌倒 还要抱怨 然后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争取 很感谢乡长他在争取 刚上来的时候我又建议一次 那真的很感谢 因为在这个施工期间里面 我也每天来看 那工程规格跟品质 都是在公共建设这一方面 真的是很好很优良的 除了地面改善 周边的环境绿美化也获得企业支持任养 要导造成为杜鹃花公园 让在洁安车站下车的旅客 还有来到这里休闲运动的社区民众 都可以感受到洁安乡优质的环境空间 借旅会洁安乡报导